好 其實必須要來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這個兩岸之間的關係 我們兩岸之間 台灣 特別是台灣這邊 要選舉了嗎 你希望是怎麼樣的一個對待 是完全的就是兵凶戰危 還是你希望能夠對話 因為現在其實國際間 大概都在找 他們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來看到的是美國了 美國其實先前 他們的中國駐美大使 全缺了已久 好 現在終於 有這麼一位大使去履新了 他是誰 他是謝峰 謝峰呢 他現在說 他是為了捍衛中國利益而來的 先來聽聽他下去履新的路上 怎麼回應媒體 在現時 Sino-U.S.的關係 是面對嚴重的困難和挑戰 我們希望 美國會跟中國一起努力 去增加談論 去管理差別 我們也要再延避我們的協助 所以我們的關係 會回到正確的路上 好 還是希望 就是能夠管控分歧 互相尊重 然後強調說 希望能夠讓一切回到常軌 現在評論家 兩岸的學者格萊爾就講了 基本上他認為讓謝峰去接任 就是遏止防止中美之間 有可能會螺旋式惡化的努力之一 Wall Street Journal也直接講 雖然是這樣講 人來了 但是真的一切就波雲見日了嗎 看起來好像還是一片陰雲有存 至於Politico是最早說 有可能是謝峰來接任的 現在他就講了 基本上能接任就已經能夠緩和關係 至少就符合什麼 符合拜登在G7那邊講的 美中之間很快解鬥 謝峰過去其實在華盛頓這邊擔任過公使 也被認為是美國通 所以應該是可以緩和彼此之間的關係的 那也有人講 其實他跟所謂先前秦剛戰狼式的外交 比較不一樣 但是也有人說 可是謝峰來 他好像跟習近平的關係 沒有秦剛跟習近平這個中央的關係 這麼樣的密切 這可能也是一個觀察點 但是講到謝峰 先前上一回大家在媒體上一直看到他的名字 基本上是跟另一個名字掛鉤的 叫孟晚舟 因為那個時候傳出 說習近平其實是下了100多道的指示 要謝峰去跟Sherman來對話對談 直接給他一個改善清單 這裡頭就提到孟晚舟案 現在挑謝峰去當大使 後來孟晚舟獲釋之後也讓大家覺得說 美國這邊是某些層面的妥協了 這樣子是不是代表其實是想要給美方難看呢 還包括了房長的部分挑的剛好是被美國制裁的李尚福 這個事情大家就開始其中覺得說好像有一些可以思考做文章的地方 畢竟現在美國中國就是在打科技戰 來看到美光事件之後呢 現在中國的低潤龍頭長新存儲 可能又要被美國列入一個實體清單裡頭了 同時呢 他還有特別的強調說 基本上我們就是要防止我們在中國的這一些企業 再一次的去回田讓他們能夠活下去 但是在這一波裡頭美國想要拉韓國 可是可能害到韓國啦 因為現在傳出三星的電子呢 現在已經在中方這一邊被推了一個巨買運動 然後業績慘跌46%將近一半 更不用講美光 美光先前有人講了 說看起來好像還好啊 沒有傷到筋骨 但是這個經濟日報的評論呢 則特別講到說 你看像路透社他也有講啊 現在你看到的影響可能比較小 但你要知道喔 其實中國企業十年前呢 他就曾經可以把IBM給替換掉 可以把甲骨紋設備給替換掉 現在基本上的中方已經跟過往中方不一樣 你確定再過一陣子中長期來看 美光傷害真的這麼小嗎 針對這一題 基本上在美國國務院的這個 發言人的新任記者會上頭 就有被問到 好 記者是這樣問他啦 記者問他說 欸 你們禁美光 你一直想說中國禁美光言行不一 記者直接問啦 那不是嘛 中國他們自己說華為在美國的發展 那為什麼你們現在呢 不能讓中國做同樣的事情呢 畢竟你不也說華為不能在美國發展嗎 現在米勒這國務院發言人的講法是說 不是 我們進華為是出於國安的擔憂 記者馬上追問 不對啊 中方禁美光不也說是因為國安的擔憂 那他們不是也可以有國安的擔憂 不是嗎 一來一往之間大家開始看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是不是其實 也就是所謂的要求對等 要求相互尊重 而其實現在呢 對於拜登來說 對他而言 更需要在意的可能是 沒債 好 原因是因為 現在黨真啦 沒債問題可能讓他們重返亞太 有一些的力不從心 因為圍繞在債務上限的鬥爭當中 看起來他沒有太好的選擇 因為不管怎麼樣 你是執政者嘛 麥卡錫講啦 他不會退讓 那所有的一些後果 政府關門通通是拜登 你必須要來承受的政治風險 而且現在呢 基本上在美國有2000萬的家庭說是 付不出水電費的 甚至呢 他們這個整個拖欠水電費的金額 欠款總額已經達到了607億台幣 拜登可以提供的補助金卻是比去年 還要來的低 造成美國的貧困率呢 說遠超過其他25個發達國家 包於澳洲 加拿大 法國 德國 波蘭 葡萄牙等等 所以就有教授直接講 美國現在的這個典型制度是不是 剝削窮人 補貼富人 能不能夠把這個美債危機給緩下來 這是大家說 有可能會直接影響到拜登明年選舉的 不過回過頭來要請教賴老師 其實很多人說了 拜登你一直說你是外交老手 美中關係 您現在怎麼看 我覺得謝鋒一到紐約 他在紐約接受記者的提問的時候 他發表了簡短的演說 我這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相互尊重 我的其實所有的重點就在於這四個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贏 那當然和平共處 這是一個必須要走的路 但是相互尊重的含義最深 就是你不尊重我 我就不會尊重你 所以你要我尊重你 你就必須要先尊重我 我覺得這個是中國大陸 這一次把謝鋒到美國 傳達了第一個訊號 這個訊號是如此的明顯 當然他也希望中國的留學生 不要忘了要回家 要回國貢獻自己的能力 這樣的一種主張 那謝鋒是否是鷹派 或者是鴿派其實不重要 因為重要就是 中國大陸跟美國目前的態度 就是你美國到今天為止 並沒有尊重中國 所以中國也不可能尊重你美國 但是坦白說 我個人的觀察是 大陸不在乎美國你怎麼做 因為大陸有自己的路要走 有自己的事要做 所以你美國怎麼處理 我就怎麼對你 今天美光只是第一家 為什麼 因為美國制裁中國的企業600多家 中國只是第一家而已 剛剛開始 未來還有得看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美光重不重要 重要 美光現在因為他的股票重挫 所以他想要修飾 說這影響不大了 大概不到一成 但是大家都知道不是 因為你美光的產品 直接跟間接的進入中國大陸 在你整個企業的總營收的25% 所以不是只有一成 是25% 那問題是在於 如果你是台灣的廠商 你想當你要去風險化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講得很明白 就是你美光的產品 如果是只要有你美光的產品 的這一些 不管做成為什麼樣子的 用在汽車的 用在5G的 用在哪個地方的 只要進中國大陸都不可的話 那我是台灣的廠商 我一定要去風險化 我要去風險化 我就不會買你美光的半導體 我就買別的 我買長江存儲 或者買三星 可是如果說今天三星跟海力士 就因為受到美國的壓力 然後就不賣給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就有正當性 反制韓國的三星 也就是我也不賣你哪些東西 我也不賣給你哪一些產品 因為你違反世界貿易的規則 你用人為的力量不賣給我 我有一些產品 我也可以不賣給你 我覺得這只是一個開端 那你想世界各國 他開始思考 要去風險化的時候 他當然主動的 那些廠商盡量的 他就不會使用美光 免得他的產品不能夠進中國大陸 我覺得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 美光當然會緊張 所以美國的這些議員 為什麼會那麼緊張 美國的商務部 為什麼會那麼緊張 謝鋒去 去之前先宣布 這難道是鴿派嗎 怎麼會是鴿派呢 還看不懂嗎 來 祖老師怎麼樣來看 因為謝鋒現在大家說 他是美國通 但重點就是 其實過往當時傳出來 習近平親自下令的那一百多道要做孟晚舟的指令 還有那個清單 就是謝鋒去跟Sherman談的 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其實已經展現出來 中國大陸對於跟美國改善關係的一個正面的一個訊號 為什麼呢 其實你看謝鋒這次到美國去赴任 跟另外一件事情可以放在一起看 就是王文濤大陸的商務部長 也即將在華盛頓DC跟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舉行會談 那為什麼 那這兩個其實他都同時有另外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在謝鋒赴任之前 大陸外交部才對於拜登說雙方很快會解動 發表了一些批評 那美國的媒體都轉載了這個消息說 大陸對於美國希望改善關係泼了冷水 那另外一個這個王文濤去美國之前 大陸又宣布了制裁美光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大陸也希望跟美國改善關係 但是國內的反彈力量真的是很大 所以他必須要先對國內有所交代 所以先制裁美光 王文濤才能去舉行雙邊會談 先批評了這個拜登 這個謝鋒才能去赴任 這都是他所面對到一個國內非常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反彈的聲浪 那在美國來講 當然他也有希望能 他也一直表示說 他希望能夠改善跟大陸的關係 但是他希望能夠恢復 跟大陸之間的高層的溝通 但是同時間來講 他又不斷地去推動制裁 這些當然就變成是中美關係 雙方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障礙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 美國國內也是很多人有不同的聲音 就好像這一次 這個什麼中國委員會主席就說 要制裁那個藏心存儲 但事實上目前只有他講了這個問題 其他人目前為止還沒有進一步去呼應 因為事實上美國的半導體業 基本上對於美國去制裁 跟中國大制裁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他們是反對的 那他們最近才 這個半導體的設備的製造商 最近才得到美國政府的一個許可說 可以增加對大陸的這個出售 所以他們都不希望這個雙方再劍拔弩張 他們是希望雙方關係改善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剛剛講這個中國委員會主席 其實他只有他 目前只有他一個人提出這樣子一個說法 那現在就要看雙方怎麼樣 用什麼樣的努力可以讓雙邊關係 能夠真的穩定下來 現在其實是非常脆弱的 任何一個意外 都可能使雙方重新回到劍拔弩張 這當然需要有一個非常清楚的路線圖 雙方要有很大的決心 那當然這個就要看雙方 到底能不能讓外交發揮功能 而不是讓國內這種鷹派的民意 去綁架了雙邊關係的改善 是 兵哥怎麼看 雖然說有人認為洩峰區是為了 緩和美中之間關係做努力 但是我認為美中關係緩和會很有限 因為雙方的根本利益不同 因為美國的目標非常明確 他就是要壓制住 整個中國大陸的發展 那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 雙方能夠怎麼樣的緩和 唯一緩和的可能就是 美國現在暫時無力去壓制他 就這樣才會緩和 不然的話其他是沒辦法緩和的 因為對美國來講 中國大陸的崛起就是他的威脅 他已經把你認定為他的敵人 只是他嘴巴上沒有這樣講而已 所以儘管洩峰區 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但是好得很有限 而且他還講明了 他是為了捍衛大陸的利益而來 既然是這樣 他也不可能讓步得太多 所以我認為 雙方也許會稍微比較 沒有像前兩個月那麼劍拔弩張 但是效果有限 還是差不多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你說美光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很好笑 這個是美國早就知道 中國大陸會做的事情 中國大陸其實拖了一陣子 之後才做 我覺得中國大陸是評估過他自己的 所有利弊得失之後 才做出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做出來了 那中國大陸就不可能再收回去 那美國指責說 中國大陸雙標 我真的覺得 你知道現場那個記者都笑 因為你到底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你自己才是雙標 你說人家雙標 還是每連社記者發問 對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搞笑到一個極致 那我必須講 現在美國連這一個 連你自己說重返亞太 你都說你力不從心 要怪到黨徵上面 我覺得這超級不負責任 美國為什麼重返亞太力不從心 跟中國無關 而是你美國過去 一直不斷的讓自己在台高竹 你根本不考慮到 去修正你的財政狀況 每一個黨民主黨共和黨都一樣 不斷的把那個債務拼命往上加 才造成今天這樣的結果 那實際上正常的做法應該怎麼做 就是你要先去解決債務問題之後 才有辦法去做別的事情 那現在還僵持在這邊 到最後就是你自己弄死自己而已 所以不要把責任都推給別人 這都是你們自己造成